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,失忆回忆,全一级,老婆脸上传来一阵异样的触感,痒痒的,像是有人拿着羽毛在自己的脸上扫了一遍又一遍。 梦境被迫终止,蓝忘机皱了皱眉,缓缓睁开了一双带着困倦的眼睛。 你怎么在这儿? 睁眼的瞬间,蓝忘机便对上了一张放大的俊颜,惊得他差点没从床上蹦起来。 整个人立刻就清醒了。 魏无羡笑得一脸无辜,偷偷将自己手上拿着的作案工具,一根羽毛,往身后藏了藏。 老婆,太阳晒屁股了,该起床了。 你叫我什么? 蓝忘机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,他伸手探了探魏无羡的额头,确定温度一切正常后,皱起没到,也没发烧啊。 你抽什么疯? 我哪有抽疯? 魏无羡委屈,咱俩在一起,三年了,等二十岁就可以领证了。 我叫你老婆,有什么不对吗? 神? 什么? 蓝忘机,仿佛被雷劈了。 他和魏无羡住一个小区,从幼儿园开始变上的同一所学校,实打实别人眼中咽现的竹马。 然真实情况却是,他和魏无羡打小就不对付,见面不是吵就是打。 现在魏无羡说,他俩已经在一起三年了,而且二十岁就可以领证了。 这句话拆开来解读,每一个字他都认识,但组合在一起,他怎么就听不懂? 果然还是奇猛了,再睡会儿。 一把拉住,准备倒头回去继续睡的人,魏无羡语气急了,好不容易高考完了。 你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,咱俩该起床约会了。 蓝忘机太阳穴突突直跳,正想说什么,蓝妈妈却先一步敲门走了进来。 阿湛,起了吗? 看到自家老妈表情有些微妙,一副什么都清楚的样子。 蓝忘机扫了魏无羡一眼,一言难尽地问,妈,这是怎么回事? 魏无羡怎么一大早就上咱家来了,并且一开口,就是一通胡言乱语又是怎么回事? 一句话说不清楚。 蓝妈妈说,你先起来,妈再跟你解释。 说吧,蓝妈妈又笑着对魏无羡说,阿姨已经做好了早饭,阿姨先来吃着吧。 好的,阿姨,魏无羡应声,对蓝忘机眨眨眼,我先去了,你快点哦。 蓝忘机没应他,目送魏无羡出了房间,方才从床上爬起来。 蓝忘机洗漱好出去时,魏无羡正在吃着蓝妈妈煮的瘦肉粥,见他终于出来了,立刻挪了挪位置,示意蓝忘机坐他旁边。 蓝忘机一开目光,洋装去厨房倒水喝,借机问蓝妈妈,妈。 这是怎么回事?蓝妈妈给儿子倒了杯牛奶,小声把魏无羡现在的情况给儿子解释了一遍。 十一,蓝忘机惊讶,看向魏无羡的眼神有些一言难尽。 是这样了,你为阿姨说了,阿姨是不小心磕到脑袋,导致记忆混乱,认知上出现了偏差,过段时间就会恢复了。 蓝妈妈心下有些好笑,她现在把你当成她对象了,在阿姨恢复记忆之前,肯定粘着你。 你就替你魏阿姨好好看着她吧。 蓝忘机心说她不是很想管魏无羡,但一想到魏阿姨,便点头硬下了。 毕竟自家老妈和魏阿姨情同闺蜜,魏阿姨又是看着她长大的,对她一直很好。 即使自己和魏无羡矛盾重重,但看在魏阿姨的面子上,也断不能不管她。 蓝忘机拿着牛奶坐到魏无羡的对面,皱着没看她,磕哪儿了? 我看看。 魏无羡文言乖乖放下勺子,用手指了指自己左边的脑袋给蓝忘机看。 很好。 虽然记忆上出现了偏差,但还知道自己磕到了脑袋,没傻到家。 蓝忘机轻轻掀开魏无羡的头发看了看,果然在那块皮肤上看到了轻微的红肿,但没有严重到需要上药住院的程度。 疼不疼? 魏无羡羡羊装委屈,疼。 不过,要是老婆给吹吹,就不疼了。 失忆了,还真是会占人便宜。 蓝忘机到底也才十八岁的纯情少年,对于这般亲密的称呼,感觉浑身不自然。 耳间也微微发烫。 奈何现在的魏无羡记忆还乱着,已然把蓝忘机当成了他再过两年便要领证的对象。 这个结果眼上跟他解释也只会白费力气。 吃饭也堵不住你的嘴。 蓝忘机没给他吹,拿起勺子开始喝粥。 魏无羡没等到老婆的吹吹,撇了撇嘴,也跟着老师喝粥了。 老婆,我们去哪里约会? 临到中午,决定不能再浪费大好的青春时光,魏无羡跑到沙发前,一脸高兴地问道。 蓝忘机正坐在沙发上耍手机,文言泛起了难。 他本就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性子,放假的打算也是待在家或者去图书馆。 现在状况突发,他一时还真想不到要带魏无羡去哪里。 思存扮想,忽然想到聂怀桑前段时间报了个游泳培训,还问他要不要一起。 或许他可以带魏无羡去游泳馆,刚好他也有点想学游泳。 魏无羡对于蓝忘机的提议自然没意义。 对他来说,只要是和老婆约会,去哪里都行。 两人来到游泳馆,蓝忘机秉持着专业的事,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,打算找个游泳教练来教。 某个人却拦住了他,信心满满地拍着胸脯,说根本用不着教练,有他在,今天保准把老婆教诲。 蓝忘机一开始还将信将疑,但当魏无羡换好衣服出来时,他忽然觉得魏无羡的样子看上去像是真有两把刷子。 18岁的少年人已经逐渐张开,魏无羡的身形本来就高,现在没了衣裤的遮掩,宽肩窄腰的完美身材,完全暴露出来。 目光移到魏无羡的八块腹肌上,蓝忘机耳尖滚烫,欲盖弥张移开视线。 咳了咳,说,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游泳?魏无羡抓起蓝忘机的手腕往游泳池去,池边到处都是水,稍不注意就要打滑。 他小心牵着老婆,得意地说,谁让你懒得,除了肯课本外,这个不肯学,那个也不肯学,你不知道的还多呢? 蓝忘机没反驳,这家游泳馆很大,很专业,池边有不少救生员看着,安全系数很高。 魏无羡带着蓝忘机来到成人区的游泳池,拿了个救生圈,先扔下去后,才小心带着它下水。 蓝忘机当了十八年的汗鸭子,一招下水,最开始不可避免地感到紧张。 但在魏无羡带着游了几圈后,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,玩得停不下来了。 学了一个小时,他渐渐掌握了其中的技巧,便提出自己试一试,让魏无羡撒手。 没问题吗?魏无羡有些不放心。 没事,我想自己试试。 蓝忘机摆摆手。 你要不放心你,就在旁边看着。 老婆大了,确实得学会放手。 魏无羡放了手,却没有离开,就跟着蓝忘机不远处,时刻护着。 一开始,蓝忘机还算有得得心应手,但不知道是哪个动作没跟上,忽然就试了所有技巧。 这时,好巧不巧,游泳池边忽然有人叫了魏无羡的名字,是他同学,问他也来游泳吗? 魏无羡就回句话的功夫,再回过头来时,老婆就已经在水里瞎扑腾了。 蓝湛! 魏无羡一急,忙朝蓝忘机游去。 蓝忘机呛了口水,全身沉在了池子里,模糊中看到有人过来带他了。 他一边挥手乱抓,一边乱扑腾。 挣扎的过程中,手里不知拽到了什么东西,但他也无暇他顾,只知牢牢抓住。 直到被带到潜水区,新鲜空气灌进肺腑的那一刻,他才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。 老婆,良久,蓝忘机缓过神来,便见魏无羡半蹲在池子里,活像个被恶霸调戏的大姑娘,一张白皙的俊脸红透了。 老婆,你怎么这么坏,快还我。 魏无羡尽量把自己往角落里缩,余光瞥见刚才打招呼的同学正往他们这边走来,不由更加慌张了,表情像是要哭出来。 怎么了? 蓝忘机一脸猛逼,魏无羡咬着唇,仗红了一张脸。 你手里,快还我。 蓝忘机疑惑地抬手,发现自己手里竟死死攥着一条泳裤。 黑色的,和魏无羡之前穿的那条十分相似。 不对,这就是魏无羡的泳裤。 蓝忘机,蓝忘机的耳朵腾一下就烧了起来,忙渡着水跑到角落,将手中的东西递还给了魏无羡。 你快给我挡着。 接过泳裤,叫蓝忘机挡着。 魏无羡终于赶在同学走到这边之前,将泳裤穿上了。 咦?蓝忘机也在啊? 同学对于蓝忘机出现在游泳馆有些意外,尤其是看到他和魏无羡在一起后,就更意外了。 蓝忘机耳根已经完全烧红了,甚至觉得池中清澈的水也跟着烧了起来,很快就可以把它煮熟了。 一刻也待不下去了,蓝忘机胡乱点了下头,然后便顺着梯子爬出了泳池。 出了这种糗事,魏无羡也没工夫和同学多聊,顺便寒暄几句后,便跟着爬出泳池,追蓝忘机去了。 两人出了游泳馆,魏无羡还是觉得很委屈。 蓝忘机自知理亏,便也顾不得自己还糗了。 提议道,走吧,我请你喝奶茶。 我要喝大杯的。 魏无羡顺干爬。 好。 蓝忘机道,喝哪家? 你自己挑。 从奶茶店出来,蓝忘机看着递到手上的奶茶,有些失神。 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? 嗯? 魏无羡幸福地喝着奶茶,想也不想就回答。 你是我对象,我当然知道。 说着,他将蓝忘机小到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,大到身高,三维也一字不差地说出来了。 还包括蓝忘机喜欢吃什么。 不喜欢吃什么。 上课做不出题时会摇笔等等。 很多很多连蓝忘机自己都没注意到的小习惯,全部说出来了。 其中一些可以用两人从小一起长大,自然了解的多来解释。 但蓝忘机自问他和魏无羡幸福,关系还没有好到连自己一点小小的习惯他都了解的程度。 深吸了一口气,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眼睛,认真道,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是你的对象? 本来就是。 魏无羡似乎似乎不明白蓝忘机为什么要这样问,一脸严肃地说,我知道我磕了脑袋,记忆出现了混乱。 你知道? 蓝忘机说,我以为魏阿姨没和你说。 我妈告诉我了。 魏无羡说,我的记忆虽然出了问题,但是我记得的,你就是我对象,还是我先追你的。 你的依据是什么? 蓝忘机问。 当然是。 当然是因为我抽屉里,全是我写给你的情书,从高一就开始写了,一个星期一封,已经堆了拳头那么厚了。 说及此,魏无羡觉得有些不好意思,不过转念一想,他和蓝忘机都老夫老夫了。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,便大大方方地交代了。 情书? 蓝忘机难以置信地重复了一遍,胸腔里的东西跳得有些不受控制。 嗯…… 魏无羡笑的眼角都弯了下来,我最喜欢你了,很喜欢很喜欢,小时候就喜欢。 闻言,蓝忘机紧张得一时没能说出话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不前, 她的眼里,眼外都只剩下了眼前的少年。 她也清晰听到了,眼前少年的心脏跳得很快很快,和她胸腔里的一样快。 她感受着心里那股难以言喻的异样感觉,有点甜,异常美妙。 她这时才知道,原来,这就是喜欢。 魏妈妈发现,儿子没有跟过去这段时间一样,每天早上八点不到,便屁颠屁颠地起床收拾, 然后早餐也不吃,便去蓝家找人小儿子,是在今天早上,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 看了眼时间,已经过了十点,儿子却依旧不见起床。 魏妈妈有些担心,推了推儿子的房门,发现门没上锁,便直接走了进去。 儿子,你怎么了?魏无羡听见声音,抬头扫了自家老妈一眼,然后生无可恋地躺回去,继续思考人生。 这是怎么了?魏妈妈走过去,探了探儿子的额头,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啊? 没有。魏无羡有气无力地回话,一想起这些天,她恬不知耻地将蓝望鸡当成自己对象,天一亮就往人家里跑, 还一口一个地老婆叫着,就非常尴尬。 更要命的是,她还在游泳池被蓝望鸡扒了泳裤,该看的不该看的,想必都被蓝望鸡看见了。 连自己偷偷写了三年情书的事情,她都在人家面前自爆了,简直没脸见人了。 要不一头撞死算了。 绝察到儿子的反常,魏妈妈仔细观察一番,心里有了猜想。 儿子,你记忆恢复了? 嗯,魏无羡应声,声音低地活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。 所以,儿子这是为自己这段时间的行为感到羞耻了。 魏妈妈心情大好,立即给医生打去电话,汇报了情况,问要不要带儿子去复查。 得到肯定答案,她挂了电话,回头看向自家生无可恋的儿子。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,任阿湛给你当了这么久的便宜老婆,你该高兴还来不及呢? 妈,我求你别提了。 多提一句,她连最后一丝要面对蓝望鸡的勇气都没有了。 好,不提就不提,恢复记忆是好事,快起床,妈给你烤饼干吃。 是,魏妈妈高高兴兴去给儿子准备好吃的,准备以此庆祝儿子,重新变回了正常孩子。 烤好饼干,魏妈妈正想着在做些什么好呢? 门铃在这时候响了,开门一看,是一直不见魏无羡过去吃早饭,怕出什么意外的蓝望鸡找来了。 阿湛,你来了?阿姨好,我找魏英。 来得正好。 魏妈妈热情邀请蓝望鸡进屋,阿姨烤了小饼干。 你一会儿和阿线一起吃。 蓝望鸡到了县,说,她还没起吗? 起了。 魏妈妈笑着说,阿姨去叫她。 蓝望鸡跟在魏妈妈身后一起去了魏无羡的房间。 一开门,便看到魏无羡拿来的行李箱出来,正在收拾什么。 阿姨,你这是做什么? 魏妈妈一脸猛。 妈,你没看出来吗? 魏无羡头也不抬,我在收拾家当,准备换个星球生活了。 魏妈妈,蓝望鸡,一丝一丝一下,收了几件衣服,丢进行李箱。 魏无羡觉得,心里得到了那么一丁点味解。 这才抬起头来,看向自家老妈,不想忽然看到了跟在老妈身后的蓝望鸡,整个人都僵住了。 他还没想好要怎样面对蓝望鸡呢? 这人怎么突然过来了,让他完全没个准备。 见魏无羡的神色变幻莫测,蓝望鸡先是不解。 而后想到了什么? 你记忆恢复了? 魏妈妈替魏无羡回答,是的阿湛,阿湛已经没事了。 不过阿姨下午还是带他去医院复查。 蓝望鸡,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给魏无羡当老婆,是魏无羡失忆后的事。 现在人家记忆已经恢复了。 那层微妙的关系,自然就不复存在了。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恢复了记忆的魏无羡。 拿着魏妈妈给他打包好的饼干,便回家。 却在准备出门的时候,被魏无羡叫住了。 蓝湛你等一下。 魏无羡也不管蓝望鸡做何反应。 直接过去,抓住蓝望鸡的手腕,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,还反锁上了门。 妈,被带到魏无羡的房间,蓝望鸡有些疑惑。 坐神,魏无羡面红耳赤。 自暴自弃般将抽屉里的情书翻出来,全人给了蓝望鸡你看吧。 说完,他一头扎进被子里,将头蒙上,不动了,仿佛只要看不见,被公开处刑的,就不是他。 蓝望鸡看着那一封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的情书,心跳如雷你,什么意思? 魏无羡在被子里闷闷出声,意思就是,我虽失了意,但对你的心意却不是假的,我喜欢你,想要你当我老婆,你可愿意。 魏无羡说完,就竖起耳朵,等待蓝志鸡的答案,只是他看不见,蓝望鸡又久未应声,导致他心里紧张的七上八下的。 又等了半天还没听到声,他终于忍不住了,起身准备再重复一遍,却在探头的一瞬间,被人亲吻了一下额头。 魏天线猝不及防,猛了一瞬,紧接着整个人激动得快要疯,蓝望鸡面红耳赤的程度,与魏无羡不遑多让。 他看着魏无羡的眼睛,轻声道,好,我答应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